全国政协大会开始 新社界别环境资源界首次亮相 引起了不少关注 这个新生儿究竟是个啥 新界别有85位委员 在34个界别当中 人数不算少 来源也广泛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水利系统是主力军 85人之中 据院士身份的就达到了11位 一些委员之前分散在其他界别 这一届集中到了一起 今年是全国政协 自1993年新增经济界以来 首次新增界别 这里的新带来哪些变化 换句话说 今后大家会接触到更多 关于环境资源的提案讨论 很可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其实在今年初的地方两会上 各地政协已经涌现出了 资源环境界或者环境资源界 新界别的诞生 意味着中国社会对环境资源的重视 上升到了新高度